我不是珍珍 我是楚九龄 当年我们方家 用这批银子 融了再铸成普通的银钉子 观银变为丝银 银子放在这里 我从未敢动过 楚让密盟了这么多年 不惜 陷害方家三代难定 如今在用手谕来撤肘您 加害于您 若不是外祖父留着这批银粮 这件事情 永远不会水落石出 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 那也要看看那个人 是不是配为君 得不配位 总会遭到暴露的 你外祖父不是无辜的 当年我要是早知道 德圣昌发家 是因为这批银子 我就会阻止他 他间接杀了太上皇 自己也死于别人的算计 他这是罪有应得 他该死 可我们方家没有一天安宁啊 报应 报应 这是耻辱 这也是冥军之中 自有天意 黄祖风 父皇 九龄向你们保证 这个真相很快就会大排于天下 还你们一个空荣 还你们一个空荣 祖母 我不是珍珍 我是楚九龄 你是公主 你是公主 你没有死 我没有死 我们害了你呀 是我们不好 我 力于寻心 罪孽深重 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的错呀 祖母快请起 是我们害了你 我们方家害了你呀 祖母 不是您的错 您不欠我的 我的命 是真正以性命换来的 对不起祖母 现在才告诉你 现在才告诉你 祖母 九龄得方家庇佑 又得祖母真诚相待 如若祖母愿意 我愿意永远做您的真真